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超越巔峰 這禮拜真的蠻刺激的 可是我們還是遵守一個信念 我會在這邊幫各位 好好的把台積電鴻海把關住 這是我說過了 不管你是不是391塊 當時買的台積電或528買的 725那時候買的 我都會幫各位守護著台積電 鴻海不管你是117.5毛買的 或者141塊5 141塊貝里買的 我還是會幫各位繼續解下去 因為我覺得台灣股是要有一股力量 因為陳如我今天我在盤中解盤的時候 我就講 我說你自己看一看 台積電是誰 把他調高到1200塊1500塊 是外資 在前天的時候台積電 有一家券商也把他調高了 可是很諷刺的 昨天他賣了1000多張 更不用講 在6月份的時候 鴻海被外資調到250 最近賣最多的也是外資 不斷的在賣鴻海 我是覺得這樣做股票有意義嗎 我不能夠調高平等 但是我覺得我有這個義務和責任 要告訴各位台股未來何去何從 所以觀眾朋友們 你看到這禮拜台積電從813到 其實是934 我做資料的時候他到932 我覺得這就是機會 你們要好好的把握第四季的一個機會 那觀眾朋友們 你有加入我YT的 麻煩你LIOT一定要加入 尤其是在假日的時候 有一些對於總體經濟的看法 或者是有哪一些股票 那我覺得還在第七期的 我在LIOT裡面都會寫 那你一定要掃描 小老鼠過得188 那我也說過了 現在市場上詐騙很多 我拒絕詐騙 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就撥25231988電話來找我 如果沒有時間的 一樣你看LIOT就可以了 最近我的一個口頭禪就是 順風好作 逆風難尾 我希望各位 你經過這禮拜以後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叫做太弱流強 一定要選擇超越巔峰 8月5號那一天 雖然大盤跌了1800點 可是我們看到了有一個火種 叫做台幣升值 有沒有 就跟昨天一樣 昨天台股雖然是跌 但是看到台幣升值 那就充滿了希望 尤其是今天為什麼會漲 其實也跟台幣有關 台幣今天繼續升 你看他最近 降下來就是升值 你看到升值的情況下 代表錢是進來的 不是出去的 就不用害怕 那這是這禮拜一的時候 當時19913我跟各位講 這個位置上0.382 經過21個月以後回 不用再殺了 你知道嗎 從19913到今天的高點 總共漲了1700點 1700點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你每天有收看我節目的 你都講很清楚 其實這個是得來不易的 那你說這缺口 我覺得缺口下禮拜就應該會補了 這缺口 我覺得還算滿強的 禮拜一這種正康教育完以後 台股真的任性還是夠的 任性還是夠的 那我堅信啊 最壞的日子已經過了 因為在最後一日子 我們也一直守護著各位 守護著各位 我也跟你講說 電子類股來到0.382夠了 也不會跌了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二三類的電子股也是一樣 其實二三類的電子股更強 這個缺口已經完全封閉了 有沒有 這缺口完全封閉了 所以二三類的電子股 是比大盤來得強很多 一樣的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 留下那麼長的下影線 有沒有 這就是我在節目中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的 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各位失去方向的時候 我借由黃金切割率來跟各位講 這裡不是賣股票的時候 如果真的我也說過 如果多頭沒有了 看錯了 多頭沒有了 我說過我選擇退休 我覺得空頭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覺得 多頭做股票大家能夠有錢賺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我最近有在提到的 我說我們一直在講外資 可是我覺得自行商賣的 不會比外資賣的少 也許他們有做一些 另外的考量 但是真正對台股最大的幫助的 還是投信 不離不棄的還是投信 不離不棄的還是投信 那各位也看到了 昨天是不是 我一樣 昨天疊400多點 我這邊也寫一個生指 這兩個字 他就留下一個伏筆 告訴我們今天 大盤有機會 做一個強勢的反彈 強勢的反彈 缺口補不補其實不重要 重要是他重新回到半年線的位置 我覺得台股還是滿有韌性的 就像我在今天尾盤講的 我說尾盤一度又這樣殺下來 我說你要賣的人你賣吧 我覺得台股已經差不多已經直穩了 而且我們如果從總體經濟來研判 我也說過了 今天在股票市場上不是只有台灣有開示而已 美國也在開示 美國經歷這一波這樣的下殺 你覺得他們總統還是要競選嗎 還是要選 你在選前 因為對台積電要受保護會 那害得肺半這樣跌 那美國股民有多少是受害的 你覺得如果他拉不上來 他選得上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要只站在我們自己的位階來想 我們應該想的是全球股市的一個想法 對不對 你看台積電從815塊這天收盤 我說21個月時間轉的夠了 半年線位置 我覺得半年線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半年線當時在837塊 我還拿著跟各位講 我說其實真正我們要問的是 外資啊外資啊 很多人都在說 劉德運防線沒有守住 我不會怪他們 因為最起碼他講的時候 839塊曾經來到1080 是你選擇要不要賣而已 可是在7月19號那份報告 有六家券商最少的 把台積電看到1120最多看到1500 我覺得這才是你們真的要負責的 因為既然是你們選擇 你看好台積電 那台積電跌下來 你該不該買 這也就是我在節目中講的 我說半年線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支撐 你們也看到了 不用我講 今天的台積電最高來到934 對不對 934 我說過了 我不敢別的分析是怎麼做 但是起碼站在我立場來講的話 我會一直跟各位分析台積電或鴻海 這是我的責任 不管說我是從多滴一路方向追蹤的 就我有這個責任在 因為這一波的整個台積電也好 鴻海也好 真的是 讓各位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一個下殺 我們身為分析人員 責無旁貸的必須要讓各位去了解到 其實台穀沒那麼糟糕 所以今天台積電又重新回到了季線 我替他感到開心 但是我也必須講 昨天外資賣了9204張 前一天說要把台積電調高平等 那家券商居然賣了1700多張 我常常在覺得說何必呢 你要嘛就不要出來講 你出來講的話你幹嘛要賣 但是台積電今天終於又回到了季線 我是滿開心的 現在有多少人在看節目 今天生意要好一點 謝謝你們 你們在最艱難的時候還是不斷的在收看超越天風的節目 我真是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一定要走過這個歷程 同樣的我也針對聯發科的報告 我說1588也是外資機構寫的 那你針對這份報告你應該履行一個義務 所以在禮拜一講完以後 禮拜二聯發科來到1090 禮拜三來到1150 今天高點的聯發科 我們看一下2450聯發科 今天高點是1155 還不錯 連續已經沒有跌了 最起碼禮拜一最低點以後已經沒有跌了 那我還是這樣覺得你們既然已經看好它 那你昨天為什麼又要再賣 昨天它又賣了1975張 那這份報告是假的 這份報告是假的嘛 7月30號的報告 所以我是有時候覺得如果說已經跌下來了 那你們報告是看好的 那你就應該站在買方才對嘛 對不對 就比如說像鴻海 鴻海最近一直有人講說它好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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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講說奇怪 為什麼大家不去探討一下 6月份那時候 誰把鴻海看到很高的位階 我找資料給你看一下 我記得是在6月10幾號的時候 在這裡 6月份的時候 我給各位看一下 6月份的時候有一份報告出來 還是熱的 6月份給你看一下 我今天剛剛來不及 你看6月26號 255塊 255塊 請你把它記好 誰看到255的 也是美希外資 他調到255塊 255塊 那問題來了 我給各位看一下股市的真相好不好 調到255塊 你記好了255塊 各位你知道嗎 最近誰在賣 誰在賣鴻海 外資啊 賣七萬一張 賣四萬兩千張 賣三萬六千張 賣四萬四千張 賣兩萬五千張 你覺得合理嗎 而且他在賣鴻海的同時 他又做了一件事情 這就是我覺得他們 你知道嗎 鴻海的借券賣出餘額 7月31號的時候 只有四萬張而已 四萬三千張 到昨天的時候 借券已經高達十萬張 多了六萬張 多了六萬張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今天鴻海留下一個伏筆 他就留下兩個跳空缺果 有機會小心倒行 我只是覺得說 你在六月份的時候 你看會到250塊 根本也還沒來 理論上來講 你看到250了 跌到160了 差了90塊錢 你應該是用力買才對啊 對不對 導播 是不是這種人之常理 你認為他價格有250 結果現在很便宜 只剩下190 你應該用力買才對啊 那不是 他用力賣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 我對鴻海教區的原因 因為鴻海不差 你看他業績就好了 他真的不差 他一到七月就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我覺得 我昨天就在講嘛 雞蛋裡挑骨頭嘛 你們會講說對 巴菲特爺爺把蘋果的股票賣了一半 問題蘋果沒跌啊 那鴻海為什麼會跌 那你沒有想說因為輝達的GP200出了問題 他可能會延遲推出鴻海會跌 那請問你台積電為什麼不跌 這說不過去嘛 如果一昧的在市場上 你只為了賣股票賣股票的話 那根本不用藉口 那你也不用調高平等 你調高平等一點用處都沒有 只是會造成說 大家這幾年對外資的觀感是不好的 因為我可以拿出證據給你看 是不是 你們看到了以後你就知道了 你說問我股市怎麼看 我說你賣掉了 你反而要去借券賣出 那個是雙重打擊 你賣就算了 對不對 你賣了四萬多張 你又借券來賣一萬四千張 你又賣了四萬兩千張 你又借券一萬兩千張 你又賣了三萬六千張 你又借券一萬張 你又賣了四萬四千張 你又借券六千兩百一張 你又賣了兩千五百張 你又借券 你說你要叫誰來撐啊 各位你們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紅海最近那麼弱 原因就在這裡 原因在於你們看不到的 我必須跟你們講 原因在哪裡 在他之前信誓旦旦的告訴各位 我把紅海看了多少錢 兩百五十五 這就是台灣股市 大家還是要 我說過的 我會幫各位解就是一定會解 絕處逢生 標股噴發 我覺得已經穩了 我真的很奇怪 我不大喜歡在大漲的時候推專案 我反而喜歡在 跌完以後的反彈 你們看到了希望以後 我要推專案 我相信沒有人會在這裡推專案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次機會又來了 因為我們這禮拜 我跟你講0.38的位置 他就在停在那邊 我跟你講機器人概念股很強 他就強 我跟你講藍天很強他也很強 所以你現在的恐懼有多大 你未來財富就有多大 贏家已經準備好了 關鍵的買點精確的切入 我八月挺發發 減輕負草 我挺你百分之八十 再加百分之八十 這樣各位了解 我挺你百百分之八十 乘以百分之八十 你自己算算看 我怎麼挺你的 你可以打電話來 或者藉由LINE來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突然知道怎麼挺你 先挺你百分之八十 再挺你百分之八十 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專案是為各位量身訂做的 因為我希望藉由假日的時候 我能夠幫各位太弱留強 你們需要重新再出發 你像這檔坤飲 好多人想說有沒有昆影帝了 就真的極其很強 那時候我在講的時候才十五塊四而已 漲了三百六十三趴 那時候講所羅門的時候才四十一塊錢 電視節目中直接講 漲到一百八十七塊 漲到三百五十七趴 這兩檔都漲到三百多趴 所以我讓你瞭解 為什麼 我會跟各位講機器人概念 我為什麼會跟各位講機器人概念 你自己看 強不強 強不強 當大盤穩了以後 我為什麼跟你講機器人概念 我相信你這幾天都有在收看節目 這是禮拜三的所羅門 這是昨天的所羅門 這是今天掌停的所羅門 是不是都是機器人 這禮拜三的機器人的系統店 這昨天的系統店 這今天的系統店 你說強不強 其實如果比較這一些機器人概念 我最看好的是這一家 這一種自主移動機器人 是未來的潮流 在自動化設備的工廠裡面 用到最多的就是這一種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是哪一家做的 是他們家做的 系統店 我可以講 如果你讓我來比較 當然有些人會挑羅森 昆穎 索羅門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長多了 那我覺得還沒有長到的 還沒有長到的 應該是系統店 這個我講得很實際一點 因為你讓我選鼓 你說我要選機器人概念鼓 我怎麼選 我會講啊 你說可以做比較分析啊 這系統店 你覺得它有沒有長到 沒有啊 沒長到啊 那你說其他的呢 我問各位一下 這個索羅門 長得多不多 多了喔 你看長多少了 這索羅門啊 那你說還有沒有 有沒有昆穎 昆穎 多不多 長多了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張股票呢 沒有漲到啊 沒有漲到就是沒漲到啊 沒漲到啊 還在打底啊 沒有漲到啊 而且這種機器人概念鼓 既然借券賣出那麼多 你們覺得合理嗎 一堆人想空它 我就覺得非常不合理啊 我再給你看一張股票 一樣他們做機器人 今天有 你們比較會想到機器人概念 我找一下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你創造財富 創造經濟 這一檔 你們最熟悉的應該這一檔 因為這張股票幾乎沒有跌 但是我也要講一下 我不是說它不好 它獲利能力第一季 到現在還沒賺錢 賺0.05 股票已經來到了133塊 這邊沒有跌到 可是一樣的獲利能力 5309的系統店 我有說過了 我一點的節目我也有講 它的獲利能力比昆穎要好 比所羅門要好 比羅森要好 但是股價卻只有他們的一半而已 甚至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而且我要看到的機器人 我是要看到東西 這就是它的機器人 這就是系統店的Mark SYS G R A T I O 你們上網查一下 這就是它的官方網站裡面寫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一樣是機器人概念 我會覺得在8月21號到8月24號 是台北國際 在台北有一個機器人展 在台北南港展覽館 是8月21號到24號 機器人展還有自動畫展 然後在北京也有一個國際機器人展 是在21號到25號 你們到時候會看到很多機器人出來 我說過了我機器人我要看到成品 這就是它的成品 好不好 這就是系統店的成品 我看得到東西 我覺得我買的我會覺得比較實際一點 而且以獲利能力來講的話 我曾經講過的索羅門也好 我曾經講過的昆英也好 獲利能力都沒有系統店來的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以機器夠低的角度 或者有看到成品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會選擇系統店 那當然藍天又是另外一個選擇 因為基本上它業績真的不錯 一到七月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那本業好 本業第一季賺了1.42 第二季也比第一季成長了將近兩成 主要是它淨值太低 我覺得一家公司七月的營收也出來了 七月營收成長百分之四十五 非常好 非常好 那股價還偏低 我覺得太委屈了 太委屈了 我覺得信不信在你們 但是我剛才講的我也講 我覺得這種股票真的太委屈了 為什麼委屈 很簡單 我如果比土地資產我就跟你講 我不要把藍天當作AIPC 不要把它當作電子股 我當作銀劍股可不可以 我還真的希望它是銀劍股 為什麼 金城市南部的建商 昨天的收盤加102 第一季賺0.54 淨值48.53 股性比已經2.1倍 藍天昨天收盤53.8 第一季賺1.42 淨值73 只有0.73 藍天在台北的雙子星 就在台北車站雙子星 他佔50%的股份 然後他又可以參與都更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那如果參與都更 他有最優先的投資資格 總銷外大概750億 他又有大陸的白腦會 還有琴光百貨 你們自己去算一算 股票上場上最後要反映的 不是EPS嗎 不是要反映的就是PB嗎 P-B嗎 就是股價淨值比嘛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委屈 好委屈 真的是委屈 什麼時候會重返農業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你以他7月的營收 累計1到7月已經創歷史新高來講 你知不知道藍天 歷史新高的價錢是多少 320塊 我都還記得 現在的股價 大概只有當時的六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覺得 台股星來到了兩萬多點 他還在這個歷史的低點區 我覺得 真的是 真的就是 我也不會講 我覺得 就是委屈啦 我給你看一下他的月K線圖 你們自己來當個裁判嘛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嗎 來我把中間這個delete掉一下 我這樣給你看 你看他打多久的底 多久的底 一旦這頸線突破的話 他有沒有機會 最起碼 不要說320啦 來到100多塊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你現在看不到 但是我看得到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說以他的本業 已經那麼好的 鏡值 你看這種鏡值 1.42 你自己看看 成長百分之44.86 第二季的營收都是2222 然後第一季是212 212就已經來到1.42 那222會多少 然後再看他的鏡值 73.44 你說不買這種股票 要買哪一種股票 好 沒有時間了 絕處逢生 標股噴發的優惠狀態 是為各位量身訂做的 你電話打來 或者藉由加入diet來詢問 我怎麼挺你 怎麼挺你80% 再挺你80% 這是一個非常低非常低的門檻 挺你80% 再挺你80% 兩次都挺你80% 那這個折扣真的是非常低 而且我匯齊也會多一點匯齊 減輕各位的負擔 跟著我一起操作 我們第四季會有大行情 好好的跟著我操作 挺你80% 再挺你80%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